绝望 我发誓我看到了 还要走多久啊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 武汉在我的印象里面 首先就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 因为当过我的上司 特别彪悍 还有就是热干面 还有还有 这里是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取景地 电影里面的台词也都是用武汉话说的 挂一下 别个活了 里面的武汉给我留下一种 湿热狂野的感觉 联想起大火炉 联想起无数在江边游泳的老头 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城市 湿热干面 去长江大桥上骑车 找找一恶乎十景 就是我来武汉的三个主要目的 落地武汉 能看到路边有很多旺铺在出租 经过黄鹤楼 游客意外的非常非常多 似乎每个人都想上去看看武汉的全貌 过来说司机跟我说 如果你不预约的话 你都上不去 可能会白来一趟 大街上的人们已经有一半都摘了口罩 尤其是护不像 谁不想摘掉口罩 深吸一口重油重盐的罪恶味道 武汉热干面 在我所生活的上海 已经消失了这么久了 这次轮到我 来武汉追寻热干面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其他的人吃之前都要这样 搞一搞 我倒要看了 这个武汉热干面 跟我在上海吃到的武汉热干面有什么差别 没有我小厢桌那么干 它里面还是能看到汤的 可能我在上海吃到的那个热干面 里面花生酱太多了 天色渐晚 户部巷里的小店向外野伸出更多桌椅 变成夜市宵夜 出入口处摆起了各种小地摊 走不动了吗 换个衣服 现实中的夜恶户叫做野纸湖 在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之间 在电影中 这里是三不管地带 怪子 挺好嘞 我们是在钓鱼吗 都是晚上钓鱼的 哇 这个波浪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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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向我推过来 电影里面的取景地虽然不是完全是这个场景 但是应该就是这个小小的城中村 然后现在是有居民的状态 还是很有感觉的 虽然我没有找到正确的取景地 但是我觉得应该就这一片了 好吓人啊 都不知道这个红光是从哪里来的 这也太吓人了 莫名其妙的恐怖 这电影里面好像都是白天吧 就是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那么恐怖啊 我有点不行了 我有点不行了 老板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面筋 我是说他吃了顺着一点 我吃了顺着一点 我吃了顺着一点 哎呀 有车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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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层 哈哈哈 本来要找那个电影里面出现的小桥洞呢 但是据说就是因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 我发誓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想回去的时候走过去应该也不远 啊 我现在还在走 对焦都对不上啊 感觉进入了三副馆地带了 还要走多久啊 除了月光 和狗叫 就没有了 你看这黑的 黑的 看看前面 黑呀 是继续走呢 还是直接就打车了呢 要不放弃吧 打车吧 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雨风还是感觉太恐怖 但是 但是错过 就是想要找到的那个桥洞 其实就差一点点 只要在我前面走 走大概一百米 就看到了 啊 太可惜了 我刚刚就直接 噢 像熊的身后跟我说 啊 都觉得后悔了一些 稍稍坚持一下 才能看到 我看到的喜好 太热了 后面就是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 最上面可以走汽车 走电瓶车 走自行车 走人 中间可以走火车 最下面还可以走船 还能走游泳渡江的武汉人 在我看来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不是一般人 这都是 这都是河神 温馨提示 汛漆不细水 我来武汉就是为了看这一幕的 好可爱哦 像一只小鸭子 长驱中国的日本纪录片导演 竹内亮几个月前发布 一小时影片 武汉好久不见 看完之后我也很想试一试 在长江大桥上骑自行车 感觉应该会很爽 这事看起来轻松又美丽 其实 哎呀 路易奥 这个鞋 虽然舒适又耐造 但是我不耐造 太重了 更重 都很重 这个绿车好像轻一点 决定了 就是这辆绿色的 拎了一下相对轻一点 相对轻一点 好凉快啊 移动的电扇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共享单车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用今天 被人扫码 打开了以后不是被人骑的 而是 骑人的 哎呀 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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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在武汉穿了三双鞋 晚了两天 非常的波折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但是还好鞋子都非常舒服 所以没有给我造成特别多的困扰 我会想念这里的 入秋的武汉白天不算特别热 晚风特别凉爽 有空的时候不妨来走一走 hun 好 不 好 好 好